最近一段时间,网友收获了一个惊喜,而且是一个不错的惊喜,因为某位网友在北京溜达的时候,遇到了TFBOSY的一个成员,二哥王源,今年算起,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出道以来应该迎接十周年庆典了 如今时过境迁,三小指由开始出道的时候,每次一起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而且为大忌一起献疫,每一次都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近三年的时间,网友发现一个现象,尽管也出现在舞台上,都是单打独斗,单位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而且他们的人生定位似乎也越来越清晰,比如大哥王俊凯,一边发展影视剧,一边忙于各种公益活动,二哥王源主要集中精力发展音乐事业,不仅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让自己音乐事业有很大提升,而且还先后发布了几个专辑,3D一扬千玺,一边致力于影视剧发展,一边参与各类综艺节目 那么本期我们直说小哥哥王源,近日有网友分享在北京某餐馆偶遇王源的经历,他戴着鸭舌帽,打扮休闲坐在露台上 网友表示要去向王源确认身份,他说是本人 开始的时候网友仅仅是觉得像,但是不敢确认是本人,直到后来才确认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这次是近距离跟明星接触吧 网友还说了自己邂逅的一些细节,就是王源戴着鸭舌帽子,一副悠闲地坐在露台上,外面是碧蓝而幽暗的夜空 这个时候放松自己心情也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毕竟任何人都有自己柔软的一面,也是心灵脆弱的一面 这样我们在面对外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伪装,很难展现出来 这次作为一个小哥哥的王源自己在露台可以说也是一次心灵洒脱和释放了 这是每个人独特的私人空间,也让自己不断地成长,以及成熟,进而成为那个优秀的自己 其实作为一个艺人王源也走过了很多的弯路,甚至出现过不少负面的风波 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她比较理解儿子的难处,尤其是面对各种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压力也是蛮大的 但是作为一个艺人王源其实已经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而且发展的步履走得越来越坚定了 毕竟王源对于自己事业发展有了重新的人生定位,这样也能让自己人生有了更好的发展 小编也希望她的事业更好 小编也希望她的事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